作为内娱真人秀综艺的扛靶子 浪姐斯播出后热度登顶 热搜霸榜 其为海外姐姐的加盟 打开了节目的国际市场 节目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同时期所有的综艺节目只能沦为陪衬 浪姐斯目前赛程过半 六期节目过后 节目评分仅5.8分 很显然 观众对于节目整体的满意度并不高 究其原因 浪姐斯公演舞台不够出圈 目前还没出现让人记忆深刻的舞台 节目真人秀环节不给力 姐姐们的群像塑造不出彩 观众也感受不到姐姐们 集体乘风破浪的精神 虽然外界对节目的质疑声越来越大 但丝毫不影响浪姐斯节目的话题热度 六期节目下来 节目组也发布了中期战报 截至目前 浪姐斯全网热搜多达1023个 集中Top1热搜共计35个 成为首个全网热搜破万综艺 不仅话题讨论度数据喜人 浪姐斯的播放数据同样抢眼 芒果TV播放量突破37.3亿 上线流量多次刷新平台记录 全网万赞视频171条 一面是日益下滑的质量和口碑 一面却又是满满的热度和流量 浪姐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在小编看来 节目组在四个方面牢牢抓住了流量密码 成功拿捏住了姐姐和观众 各种争议随之而来 口碑是没了 但是话题始终居高不下 起一 剧本痕迹太明显 赛制变来变去 浪姐斯三次公演结束后 小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赛制的反复无常 一功莫名其妙加了小考环节 二功又把小考给取消了 本来要淘汰四位姐姐 因为出现并列的排名最后只淘汰三人 变来变去的赛制 其实都是为剧本服务 而这一场小考专门是让众姐姐矮骂的 陈一涵因为淘汰了许京韵而备受质疑 直到现在还要面对网友们的各种不友善的评论 节目组把淘汰姐姐的任务交给了同组的队友 结果全员都成了恶人 同组的四位姐姐录人员一个比一个差 一个小考激起千层浪 节目热度是有了 但姐姐们的好印象全都没了 等级的赛制也有明显的缺陷 从一公舞台就开始锁组 姐姐们抱团明显 三公分组甚至出现了四位乘风创始人 都跑到了Amber的队伍的现象 Ala全程被冷落 这样的设置也完全不利于姐姐们之间的融合 所以舞台整体缺少新鲜感 公演舞台的成绩更是难服众 龙泉在一公舞台赢了比赛 直接引发争议 最初圈的花海居然不是小组第一 队长和作秀将军 明明Ala表现得最出彩 但还是输给了Amber 为了捧人已经完全不看舞台表现了 其二 服装五美脱后退 姐姐们被坑惨 浪姐系列节目一直都有穿丑衣的传统 五颜六色 极型怪状的服装没少出现过 五彩杜华留下的阴影至今难以磨灭 浪姐四继续为丑衣代言 主题曲的保暖内衣成功登上热搜 三公舞台多位姐姐又被丑衣坑惨了 山河图整体造型影响舞台效果 李沙宁字的造型和舞蹈演员没有太大的区别 Amber更是把自己的坠肉全都露出来了 连层可尼都忍不住吐槽 除了衣服丑 浪姐四的舞美同样槽点满满 节目组投入更大的财力和物力 但是舞台效果反而被削弱 随舞台成了累赘 姐姐们的舞蹈动作也受到了限制 二公舞台的大床垫直接坑惨了整组姐姐 舞台上完全不敢发力 其舞部分也乱成一锅咒 千里万里舞美直接向春晚舞台看齐 可惜了三位姐姐的精彩演唱 浪姐四的主题就是大美中国 将军这首歌的歌词恰好以中国象棋为题材 没想到舞美居然做成了国际象棋 舞台总监经纬也被骂上了热搜 网友们十分怀念阿肯 其三 反向修音败好感 选区缺少心意 浪姐四终于请回了音乐总监赵赵 这也让很多人对节目的选曲编曲有了更多的期待 毕竟赵赵在浪姐一中的表现有目共睹 遗憾的是 赵赵在浪姐四中同样失手了 三次公演舞台的选曲没有什么惊喜可言 除了周杰伦就是网红歌曲 品位没比刘卓强到哪里去 面煞苏周和等歌曲明明不适合浪姐四的舞台 节目组偏偏要拿姐姐们去实验 结果难听热搜直接安排上了 流量歌手是一把双刃剑 节目组就是不听劝 每一季都要拿来挨骂 本季的演员姐姐很多 但是节目组在选区上并没有有所照顾 唱演舞台 唱秀舞台反而减少了 这样导致演员姐姐们的端伴全都暴露出来 贾静文 邱慈炫 吴倩 吴忧等姐姐拿下成团业的入场券都成了难题 为了舞台呈现效果 影踪节目或多或少都会进行修音 浪姐四也不例外 让人意外的是 节目组居然反向修音 结果破坏了舞台整体呈现效果 山河图里 龚琳娜的高音音唱直接修没了 徐怀玉的演唱效果也大打折扣 将军舞台 艾了演唱的华彩部分全都修没了 练习式直拍板反而效果更突出 从网友们实拍的视频来看 归途有封线长版明显要好过正式播出的修音版 节目组真的是帮了倒忙 其次 话题姐姐充业剂 负面热搜不断 浪姐四之所以能够有源源不断的话题 是因为节目组充分利用了一些姐姐的热度 全程不遗余力地薅羊毛 榨干她们身上所有的话题 现闹无疑是节目中话题最大的贡献者 节目还没开播前就开始充业剂 出舞台直接突出重围 一攻舞台扛起热度 二攻继续冲锋陷阵 三攻总算顺利完成了KPI 浪姐四能够拿下一万个热搜 谢娜功不可没 她凭借一己之力带动节目话题出圈 各种负面热搜不断 整个人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连丁太深这样的乐评人都专门发个视频嘲讽一番 节目组为了话题也是蛮拼的 谢娜被捧到了最高处 一个人接受所有的暴风咒语 当谢娜的KPI完成了后 安波、艾拉等人也要轮番上岗了 演员吴倩也贡献了不少的热搜话题 光是被淘汰退赛等话题就足够吸睛 她在节目中各种小心翼翼的样子 也成了吃瓜群众热议的焦点 不过吴倩因为在你好 星期六中的强势表现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质疑深如潮水般涌来 本来心理承受能力就没有那么强 对节目组耗光了热度后 吴倩最后只能选择退赛 徐怀玉在节目还没开播前就成了众潮的对象 从一公舞台滑水开始就成了话题中心 她本人也被骂到关闭评论 此后徐怀玉就开始自我救赎之路 全队的姐姐给她加油打气 舞台也一点一点进步 各种热搜从来也没有缺席过 除此之外 曾克尼、刘亚瑟、卢靖善、孙岳等姐姐都没少贡献热搜 连喜剧人蔡少芬都挨骂了 节目组各种各样的热搜持续输出 姐姐们承受网友们的批判 最后节目组成了大赢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